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被惊动了 纷纷拿起刀剑四下寻觅 周匪说得从树上落下 卫兵们只觉得一道黑影闪了过去 根本看不出是不是人 当即如临大敌地追了过去 尖锐的哨声四下响起 那山谷入口处一时一片混乱 趁周匪引开卫兵的时候 李胜等人飞快地从山岩上比较黑的地方跑过去 好在山上的树没来得及砍光 只有入口处清理干净了 躲过了那一小段路 里面不至于无处藏身 入口处的卫兵叫周匪遛了个够 最后 一圈拿着刀剑的人顺着声响小心地逼近木头堆 为首一人连着冲手下打了好几个手势 借而莫地上前一步 打喝一声 用手中长枪捅向一堆树叶 只听枝叶剑一声惨叫 吓得众卫兵纷纷拔刀拔剑 小头目却将长枪一撤 只见他的枪头上竟扎了一只大鸟 还没死 扑腾着翅膀垂死挣扎 那小头目莫名其妙地搔了搔头 怎么是鸟啊 哎 散了散了 各自回岗位 这是乌鸦还是什么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这邪了门了 剑势虚惊一场 山谷入口很快又恢复平静 只有那小头目觉得 半夜三更突然冒出一只大的吓人的乌鸦不吉利 便将那大鸟拿去火上 打算直接烧死 他哼着不知是哪里的小曲 长枪悬在火堆上 梅流神身后缓缓探出的一点寒光 直指他的后心 这时 突然一阵脚步声传来 谷中巡逻队走了过来 远远冲他打招呼道 考什么呢 偷吃可以啊 无药无事 那小头目吆喝着硬了一声 没看见他背后那一点寒光又缓缓地缩了回去 周匪转头望向开阔的山谷 见谷中有不少寒酸的居民 有些被推平了扎拉寨 正中间一个巨大的中军杖在火光掩映下十分显眼 粮草高高雄起 战马整齐划一 这和他想象中的奇门禁地相差太远 尤其那些没来得及被推平的居民显然是惊风暮雨 有些年头了 从高处目光一扫 还能看见几块破砖烂码和倒了一半的牲畜蓝圈 秦门从来神秘莫测 禁地更是个传说 那黑判官在秦门中混迹了那么多年 都没有摸到禁地的边缘 里头会有一帮老百姓养猪放羊吗 不可能的 周匪止不住失望 暗自叹了口气 只觉得这一天一宿都是白马 其实想想也知道 哪那么容易就撞进奇门禁地里了 要是有那个造化和运气 他还能东奔西跑三年多 一无所获吗 周匪索然无畏地收回岁浙 看了一眼那无知无觉中 减条命的北军小头目 悄无声息地闪身贴着山壁边角 避走了 北朝大军在此集结 便不是他们这些草莽人能管的江湖事了 最好还是趁天黑 怎么进来的 怎么出去 李盛因为随身带着无处处和一个小孩 不敢太过冒进 一直小心地在山谷外围 借着山石林木遮掩往里探查 越看越心惊 低声道 你们看 粮草和五窟冲组 整个山谷没有一个老肉惨兵 全是精壮人 那赤后说得不对 至少有将近四万人了 主要是骑兵和弓箭手 杨锦和李延 大眼瞪小眼 全都不明所以 没人理他 只有无处处轻轻地接到 自重很少 恐怕不会在此久留 李盛总算找到一个听得懂人话的 欣慰地叹了口气 几个人都是习武之人 夜间势力极好 只见山谷角落里有一处重兵把守之地 四下以铁栅拦着 隐约可见其中有一山蓝女的身影 这时身后突然传了一声轻响 有人用刀柄敲了一下石头 杨锦吓了一跳 猪然回头 见来人是周匪 这才放下断眼刀 周匪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快走吧 咱们就这么几个人 还带着个小崽子 被人家发现了不是玩的 哥 回头我自己去找七门 你赶紧赶路回去看我爹 别耽搁正事 等等 你们快看 他们要干什么 只见一个传令兵 从中间的大仗里跑了出来 站在空地上 举高了手 铁栅栏旁边 围坐的一圈看守 看见来人 全都站了起来 周匪他们离得太远 不知道双方交流了些什么 反正片刻后 那传令兵便转身离开了 铁栅栏外的卫兵们 却接二连三地 点起了周围的火把 铁栅栏原本见在黑暗处 先前只能看见里面 好像关着一些人 李盛他们刚开始以为 那只是个靠山的小角落 关的大约也是比较倒霉的流民 不过十几二十几个 可是随着一个又一个火把亮起 几个人都呆住了 只见那铁栅栏原来并不是背靠山脚 而是封着一个山洞 山洞看不出有多深 里头全是人 老少皆有 溢水的衣衫褂褛 面容呆滞 仅从表面大略一看 便足有数百人之多 那些人像牲畜一样 给困在铁栅栏后 铁栅栏的尖头上 顶着一颗已经烂出了白骨的人头 李延震惊到 天 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是流民 这么多人 不杀也不放 把他们都关起来做什么 养着吗 我猜北斗军门和破军 出来炸到此地的时候 肯定看得出这山谷的隐蔽 是人为的 摸不清情况 心里拿不准 这山谷是否有其他密道 此地有这么多流民 倘若贸然痛下杀手 万一流民们知道其他秘密出入口 逃出几个漏网之鱼 他们这回的戏就唱不下去了 吴楚楚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恍然大悟道 所以他们要先稳住这些流民 不错 比如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北军可以恩威并重 一方面说流民难度是叛国 该当诸九族之罪 再从中抓一个领头的 杀一敬拜 杀完以后 顺势将罪名都推到死人头上 再对惊慌失措的流民 示意怀柔 宣布他们是受奸人蛊惑 若是诚心悔过 则罪则可托 如果是我 我会假装派人 重新给他们鞭策入籍 告诉他们 如今北方人口锐减 朝廷打算重新丈量 分配料荒土地 持此节者日后回去 都能分得一等田 这样一来 流民稳住了 人数清点完了 还省得有人浑水摸鱼 杨锦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被李胜三言两语 说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些中原人 杀人不用刀啊 有威逼 再加上利诱 对付失了头羊的羊群 一圈一个准 流民大多胆小 毕生极其所求 也不过就是一语容身之地 不到活不下去 不会贸然逃跑反抗 只要有吃有喝不挨打 就能叫他们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或许还能收买那么几个心智不坚的 帮这些北军排查其他密道 等北军将地形摸得差不多了 就可以撕破脸皮了 而到了这步田地 这些流民早已失去了一开始的能力和勇气 基本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这时候要杀他们灭口也好 要支使他们做苦力也好 怎么摆弄都可以 但是可惜 再怎么千人一面的人群也总能生出异类 那几个带着小孩逃出去的就是 他们倒也未必有什么大智大勇 或许只是机缘巧合 因为什么缘故不得不跑 还一不小心成功了 而北军已经快要集结完毕 此时泄密必想功亏一篑 在这个节骨眼上 李盛都能想象得出古天玄等人得有多震怒 因此不惜派出数匹人马追杀几个村妇农夫 非得赶尽杀绝不可 同时 既然养着这些流民已经没有价值 那为防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正好将他们统一灭口 山谷中铁栅栏外 一队卫兵齐刷刷地扣上台甲 提起赠量的砍刀 周匪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感得那么巧 居然正好撞上这灭口的一幕 无处处抱着的孩子 再次拼命震动起来 可这回无处处长了记性 硬是抓着他没让动 那孩子情急之下 喉咙里发出小兽一样的乌烟声 低头便去咬他的手 只是还没来得及下口 便被一只手掐住了下巴 周匪强行掰开他的嘴 抬起那孩子的小脸 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手指轻弹 拂过他的昏睡血 小孩的眼圈一下红了 却无从抵抗 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闭上了眼 眼泪刷的一下被和尚的眼帘逼出眼眶 流了满脸 周匪擦去指尖沾上的眼泪 低声道 李圣 李圣强行收回自己的目光 迟疑了一下 咬牙道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 不惹朝廷事 一马归一马 走吧 李延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 李圣充耳不闻 拎起他的肩膀轻轻往前一推 催他快走 同时对无处处伸出手 这孩子我来抱 你们走前面 Vous吗 你 你